我們今天去到牙前圍村 將我們在那裏聽到的聲音 將它寫在一塊膠片上 然後掛在圍村的每一個角落 我們做這個活動的時候 有一群很支持我們的村民 叫我們寫多點和掛多點 但是那裏的保安就很阻止我們這樣做 最後我們很開心可以在那裏幫村民發聲 今天去訪問了在那裏住的居民 那些居民都跟我說 九龍城寨不是像其他人所說那麽恐怖的 大家都會很和俗地相處 罪犯進來之後都不會很蓄意犯罪 而是會跟那些居民打成一片 大家好 我們是來自視覺藝術組的同學 我們今天去了牙前圍村 我們去那裏的目的是因為想了解那裏的文化 和知道那裏更加多的風土文化 除了剩下幾戶那些人還留在那裏之外 其他那些東西已經拆射了 那為何會變成面目全非呢 就是因為市建局把居民迫遷 而我在前面的作品就是我們今天下午做的 就是用來給市建局的獎項 就是諷刺市建局把居民迫遷 令他們的屋子變成頹廣拜雅 搶搶民地 是的 其實我們這個作品 都是就地取材的 材料都是來自牙前圍村的地攤 今天我們會去九龍城的街道 拍一輯照片 今天的主題就會是 以相同的物件去固埋一齊 成為新的一個照片 這個相同的物件 我就選取了舊的信箱 因為我覺得時代不停進步 這些這麼舊的信箱都可以保存下來 是很了不起的 加上我覺得他們很有生命力 看到他們的秀職 就覺得他們是慢慢轉變的 我今天就進入了一個 是舞蹈城這個戲劇的組別 我們就去看看九龍城的面貌 舊樓、舊樓、所有東西的變遷 訪問了不同的人 做了一個畫劇 讓觀眾知道我們對九龍城的印象是怎樣 會覺得很唏噓 舊的東西突然一次過沒有了 變了一些新的東西 今天是我第一次搭足九龍城 還有第一次在街上跳舞 感覺很新鮮 因為平時都是對著鏡頭跳舞的 第一次在街上跳舞的感覺 就是一個很在意旁人的眼光 跳一跳就開始大膽了 就豁出去 透過這個活動我可以增加自信 還有見識到歌座